这个礼拜的作业基本上就完成这个图了 这个就是统计一下到底台北市的哪一条路跟街或道的切道案件最多 看得出来其实最多的好像就是可以明显发现 在那个中山北路上面这个切道案件是数量最多的 而且它基本上高于那个其他的道路好像蛮多的 所以这边的治安相对是比较不太好的 OK比较容易失窃了 那至于为什么失窃这个可能还要另外再讨论 OK 所以呢上个礼拜的重点基本上就是完成这个路接到这个栏位了 那当然这个栏位呢它要取得其实相对的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它的那个地址的字数其实是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包含就是说前面这个字到底是趋呢 还是里 有可能是趋或者是里 或者还有一种状况是零 那总共大概归纳下有三种情况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取得 就是如果要逻辑判断 那当然这边会需要我们用到一个叫一幅L的函数 然后做逻辑判断 也就是当找不到零这个字的时候 它会出现错误 那出现错误的时候呢那我就再去找里这个字 OK 那如果还是找不到里的话一定有区啦 因为每个地址一定有区 所以最后的话再去找区 所以它有分三个阶段 一二三 OK 那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找到 有没有零 那就可以用φ函数啦 上礼拜有提到 然后呢再插入一个函数叫ifl ifl的话呢再去找里 其次的话再去找区 OK 所以最后的话得到了结果啦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是分成三个阶段完成 那其实理论上最后其实是应该是可以把这两个 其实可以不要做啦 所以我最后好像有把这个公式 最后呢就把它合并在 合并在一起其实也不难 如果你假设分两阶段你可以先找出开头位置 开头位置其实就是这个公式啦 就是先去fine零 如果fine不到的话再去fine 如果fine不到 所以这边的话有一个ifl ifl的话呢 就是如果找不到零这个字的话 那再去帮我找里这个字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公式跟这个公式基本一样 差别就是说里面找的字不一样而已 OK 所以同样的概念呢 如果还是找不到零跟里的话 那会发生错误讯息 所以再去找区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区 其实它的结构跟这个 这两个其实蛮像的 差别就是这个区这个字 所以很多地方我是用复制贴 然后把它改动一下就OK了 那当然这难度其实已经算蛮高的 可是如果假设你会这些方法的话 好处就是 以后就不用涂法链钢了 不然的话你要怎么样把每一个路接道 通通转移到 H这一栏 当然如果假设你不会这个公式的话 变成你就是要涂法链钢了 涂法链钢当然很浪费时间啦 你可能还要点两下选取 然后Ctrl C Ctrl V 那当然资料量少还可以啦 如果你资料像这个有三千多笔 那怎么办三千多笔 光做完我看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效率一定 而且更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你今天做完明天还有新的资料 那你新的资料要再来一次 那岂不是有点做不完吗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 企业 很多人为什么 这个其实他不是偷懒 他也不是说他 他效率不好 其实是因为他不懂得对的方法啦 那其实当然如果你会用对的方法在做事情 那效率绝对是比这个 用途法链钢快太多了 OK 而且更不要说啦 现在我们只是用那个公式 OK 那更不要说写成一个程式了 写成程式的话当然更快 你连公式都不用下 下一次直接把程式执行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全部都把它凑在一起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一串 这公式呢 可以把它 如果我要把它放 假设我这两个 这两个公式我不要的话 那我当然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I2 其实哦 上个礼拜最后我们是把 这个I2跟J2 其实是取这个位置啦 那如果说我今天 这两个我不要 增加这两个栏位 而是我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公式 转移到这边来的话 这个公式的话呢 转移到这边的话 这样你会发现 第一个一定公式 变非常冗长 而且第二个的话 比较容易做错 那其实如果假设 你要转移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不放弯等号的 复制一下 然后呢 取消 取消之后的话呢 切到这边来 然后把它贴上 贴的时候特别要小心 直接贴到I2的前后重点 不要把它选到 然后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把那个公式 直接就转移到这边 那你打个勾之后 基本上呢 这一栏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它不需要了 OK 那一样的道理哦 这边有个J2 对不对 这个J2里面的公式 一样你也可以 选的时候不要选到等号 把不放弯等号的 这个公式 复制之后 把它再贴到J2的这个位置 把它贴上 然后不过它公式非常长 有没有 贴到下面了 然后你可以 这边有个折行的 可以把它打开 打勾之后的话呢 那向下填满 然后再把I跟J 直接删掉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更损 I跟J就不需要了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那个最后的书纽分析表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是把那个 路接到前十名的这个直条图 把它完成 那基本上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上个礼拜的作业 上个礼拜我们就把这个做完 那包含上上个礼拜的那个 历年切到折件图 跟各区比例图 那总共的话呢 这个练习题就有三个 三个图 三个 应该算是三个表格 这个叫书纽分析表 然后得到这个之后的话呢 再去产生这个图 OK 所以其实它是 等于是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先把这个公式先产生 这个公式 OK 产生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这一个 这个路接到的结果 OK 所以哦 这第一个重点 那其实这个重点里面包含什么 就是用了三个函数 Find函数 跟if 二函数 跟mid函数 把它变成一个公式 不过这公式跟前面比起来难度是真的 报增十倍以上 OK 但是如果你假设会跟不会真的效率差十万 把它潜移 所以第一个 那也就是其中报告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你们尽可能的把那个 你的 找一个开放资料 网路上的开放资料 那你去尽可能的把所有能够做的 尽量多做 那当然如果你少做我就给你少分 你多做我就给你多分 所以我看好像其中报告已经有同学绞交了 如果你要拿高分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找的题目 尽量不要跟这个一模一样 如果你找什么 看蛮多同学坐自行车啦 机车啦 汽车 跟这个其实蛮像的啦 蛮像的话基本上 可能就显不出你们有花时间去找题目的 所以我给你的分数可能比较基本 这可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绘制的图 可能就是注意 图的部分的话呢 总共就是会有几个啦 那当然这个图至于要长什么样子 不见得要长得跟我 我这边呈现的一模一样 你可以发挥你的 自己的想法 因为只要能够把你想要表达的 这个想法 有没有 尽可能比较合理的哦 是合理哦 你不能说 你用一个比较不合理 那为什么我用这个折线图 那基本上折线图看起来 其实是比较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水平轴就是时间 它的重轴就是它的数量 那这样一看呢 就可以很明白的啦 OK 很直觉的知道说 原来历年的切刀案件呈现是溜滑梯的状态 这样猜想哦 然后呢一样一路 你会发现一路下滑 所以其实也就是它做的 可能一些措施 是有成效的 但是做哪些措施哦 可能我们现在不太知道 那如果你想知道 也许你可以去查一下 105年它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什么 就是它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可以让治安改变了 当然你们可以去查新闻啦 这个我就不确定哦 可是它最后一年你会发现呢 它反而呢 它没有下滑 有没有这个可能它卸认了 所以卸认这一年好像就比较松散了 还怎么样哦 然后慢慢的话 也许它治安就变成 不是持平啦 好像反而又退步了 OK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啦 如果假如你要去解说 一个资料背后的意义的话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哦 直觉的就用图 但是你这个图 你要用对的图哦 你不要用那个比较不适合的图 所以如果折线图哦 它比较适合就是说 有时间 然后有数量 可以这样呈现出来 就蛮清楚的 一不了然 而且你要说服别人 我觉得比较简单啦 你千万不要用那个不正确的资料哦 来说服别人 或者是你用那个诠释 或者你用你的年龄 你说我比较 我年龄比较大 所以你要听我的 或者我地位比较高 所以你要听我的 这样当然没有人会信服啦 可能如果你在公务体系的话 公家机关 他只能这样照办 因为他长官嘛 长官就要做他 他只能这样做 OK 可是有些长官的想法并不见得是正确的 OK 所以执行下去可能也做得不是很好的决策啦 所以 当然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OK 像 比如说你们除了治安之外 大家比较关心 可能像交通好了 像交通我就觉得最近好像因为那个 有大力推广 因为其实之前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件啦 比如说 有那个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 就被那个汽车撞了 就走了 还有那个公车转换的时候也把那个 推那个娃娃车的妈妈跟小孩也被他压死了 所以好像就有很多的措施 就是停让行人这一件事 发现好像现在比较感觉有差 过巴马线的时候你感觉比较有存在感 不然的话以前好像过巴马线 完全没有任何的存在感 他要怎么样从你身边呼吸就刷你 你感觉这简直是太危险了 你每天都在上 但现在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基本上别人比较好的 OK 那表示说政府有做了一些事情是对的啦 OK 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改变 像最近什么游览车 游览车那个简直太离谱了 乱开 结果把人家给撞死了 然后车上的人一对母女也走了 而且这种事情不是只有单一个案 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你关心这些事情 你想要改变的话 那你应该要做一点事情 那当然资料在哪里 其实开放资料上面都有公布啦 只是说你有没有针对资料 然后去做一些说明 OK 如果你真的想做事情的话 或者你可以关心一下这些资料 背后其实都可以拿来探讨的 OK 像你关心事实在很好的 比如说桃园 比如你住桃园 你可以拿桃园的 但或许你假设你不是住桃园 你是住外县市 你也可以去找一下 跟你县市比较有关系的 当然我是希望说你其中报告 尽量做一些跟你真的有关系的 而不是只是为了要交一个报告 而做这个报告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拿到 比较高分的话 因为这个分数占30% OK 所以你希望拿高分的话 那可能 第一个你的选题蛮重要 你要尽量选 选跟我一样 那我给你一个基本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里面一定要让我看到 就是 比如说包含什么的 函数 有没有像我们这边做了三个栏位 有没有 里面的话是用Labs 区的话用Mid 那路街道比较复杂 我用三个 当然如果假设你如果可以 不见得一定会有这样的同样的需求 可是你可以尽量去想说你到底要做什么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要做出 这个像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枢纽分析表 所以年的话我们是把年拖拉到 有没有 这边把它拉下来 OK 把它先拉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再拉到这边来 统计一下它的数量 那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会是一个枢纽分析图 并且把它改变一下 那当然最后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把这个资料 直接帮我放在Word里面 最好是连图也过来 最好是连这个表也直接贴到那个Word里面 那这样我就不需要说一定要打开这个椅子 才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OK 尽量用那个截图的 就是把那个画面截取下来 那至于怎么截取 你们自己在找相关的软件 我记得好像在 我们连那个Windows里面好像就有一个基本的截图 让它复权用成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截图 这个叫 剪取工具吧 如果你要剪哪一块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新增一下 然后框一下这一块 比如这一块我要框起来 这个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复制之后贴到Word里面 甚至你上面还可以再打一些字 或者做一些效果 尽量让我可以看到一个报告是图文并茂的 OK 那看到 当然如果你越用心我给你的分数越高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那当然我们这个范利水要当然是能够活学活用 你如果可以活学活用 那当然就可以做出 真的你有点想法的人 你真的可以做一些改变吧 我觉得 因为像这一次那个 行人地狱的已经红到国外 CNA也有报导了 OK 那当然也有改变 显然是好的 不过这个背后的推力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在背后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反而年轻人比较会愿意站出来 就是把一些诉求给提出来 所以好像后来有做一些游行 或者是上街头 表示抗议 那当然是好的 才会改变 可是如果你没有不公平的事情 你没有讲出来 那这件事永远都不会被改变 OK 哪怕你身边有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那你若不说话 那这事情永远不会被改变的一天 OK 那你当然 谁 当然 我们会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好的改变 OK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做 能够真的说服别人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一个 这个部分呢 稍微复习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也许 我们因为其中报告部分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 说明 就是 这个就是我 我其中报告的部分 我看到有同学已经教了 那当然我看到好像有同学是教的 是比较基本的 跟这个 蛮像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做一些其他的 那或许你可以在开放资料找找看 那当然呢 如果你说 那除了开放资料以外 有没有别的资料可以用 其实可以啦 网络上的资料 假设类似开放资料的 其实也都可以拿来应用 不见得一定只能够是开放资料 那当然你说 那要怎么找 比较容易找到你想要的啦 其实你可以用搜寻关键字 或者是还有一个方式 我比较习惯是 找那个 资料期全部的 然后找那个档案是CSV的 那总共 当然政府目前开放的数量是4万多种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全部的资料期里面 政府总共开放这么多 4万3千多种的CSV档 那这些CSV档 直接就可以拿来应用了 所以呢 如果假设 你要找 你现在没有idea 没关系你就在这边找 我的习惯是 找CSV之后呢 把它按照这个次数 多到少把它显示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边浏览次数 当然这边有最多人使用的资料 第一名好像是什么 宜兰县的停车剩余 那当然这边还有什么中央银行 或者是说这个跟股票有关的 还有像什么全体银行放款的 当然有些可能跟你比较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再找找看 其中的话 我好像有找到一个资料 我觉得来练习好像还蛮好的 你可以在第二页里面找到 像到底哪个乡镇市的人口密度最高 其实这个资料也可以拿来用 或者是说呢 底下有关Wi-Fi 比如说你们到外线市 假如你没有手机吃到宝的话 或者是说外国观光客 他来台湾旅行的时候 一定会很关心说 到底我如果假设没有吃到宝 那我哪边可以免费连上网路 那如果说假设以这个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提供的档案格式 有两种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CSV 还有确认 那其中的话 当然呢 我如果假设用这个 这个CSV来练习 好了 也许你们可以再先找一下这个 待会我们也许再利用这个来当范例 如果我想知道一个一个事情 到底全台湾呢 免费的Wi-Fi网站 以这个爱台湾这个公共区域免费上网来看的话 到底哪一个县市的免费网路是最多的 它这边还有地点 所以如果有地区的话呢 那其实就可以统计了 但你可以先猜想 我猜哪边的Wi-Fi应该最多呢 一般直觉想到的应该就是类似像什么 北部也许 台北应该是最多的 直觉想到的 那是不是这样子 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预设哪边最少 可能想说应该那个 东部好像花东应该最少 那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可是它已经有公布资料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 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统计不就好了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 当其中报告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那你可以怎么做 下载它 对不对 然后把它打开 不过打开的话它是CSV 所以第一个动作 记得把它另存成什么 存这个 Excel活跃簿 因为之前有同学没做这个动作 没有另存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做完很多事情之后 存成 还是存CSV 下一次打开 它发现一件事 怎么样呢 它做的东西全部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CSV 它没有办法帮你存其他资料 所以记得 这个第一个动作很重要 那我把它先存在桌面上 OK 假设我存在桌面上 把它存档 那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地区 所以其实连切都不用切 有没有 那当然还有地址 地址跟我们之前做的蛮像的 它有区 所以假设 我希望知道说 到底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 的WiFi最多 或者甚至是哪一个行政区 比如说台北市的中山区 有没有 或者是还有其他县市的 那我想要知道这个讯息的话 我怎么做 还有呢 这边还有什么 所属单会吧 所以其实这个主管机关跟地区 其实就可以做两个分析了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在哪一个地区 甚至是精度纬度可以配合什么 其实可以配合这个3D地图 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